来,其实是源自于2015年迪霍尔大地震后,设立四杯免费素食的姻缘,当初在宛如人间猎狱的山城,大家在分发素食餐点时,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在街边流浪,承受着风吹雨淋之苦, 他们没有上学,有些甚至抱着更小的弟弟妹妹一起来启示,令人联系。 基于悲悯这群鸡童的姻缘,因而启发了收养接童的想法,在战日法师及索南格西的奴隶奔走之下,才有了如今的慈悲快乐儿童之家的诞生。 目前,这里总共收留了40位孩童,包括28位女童,以及12位男童,认同年龄介于4至15岁之间。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除了照顾孩子们平时的生活起居,给他们一个安定温暖的家,不再让他们流浪街头之外,也让他们能够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让这些孩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身心获得健全的成长,为他们未来的人生燃起了新的生命火化。 而今天,在大众面前,这一群曾经流浪街头启示的怨童,却是一身浮衣整洁,荣光光光发,并并有礼,与大众欢聚一堂,跟席致的处境有着天远之别。 欢迎活动,首先由当地的老师于索南和西,为大众介绍慈悲快乐儿童之家目前的概况。 随后恭请海淘法师慈悲开示。 我想,人都可以成佛。 我自从出家以后了解佛法。 每天我在街上看很多人,我都觉得众生,特别人是接近成佛最快的方法。 如何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可以接触到佛法。 我想在尼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边有一句话叫出产小孩子。 特别他们在山上就一直生小孩子。 然后呢,就愿意,父母也放得下。 他们山上没机会,到了市区来有机会。 因为他知道有一些爱心人士会让他们读书。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一起来圆满这个福田,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因为大乘佛教的目的在于普度众生。 能够让他们,我们叫成熟友情,让他脱离轮回苦。 让他得到解脱涅槃。 让他将来也能够像佛陀一样。 那我想,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希望战日法师吐吐苦水。 苦水。 因为他经常说,师父,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租的啦。 一个月租六百块美金。 因为尼泊什么不贵,就是房子贵土地贵啦。 所以他们就一直挤,因为他们要挤在市区嘛。 而且尼泊的房子盖都不能贷款了。 所以尼泊人不能贷款,阿丁可慢慢改。 因为政府没有贷款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买土地。 那现在我们就有一点烦恼啦。 那你也不能租啊,租太久。 而且这个地方水源不好。 水源有水,有水没水的。 现在第二个烦恼就是, 刚刚我们还在聊怎么办。 要去找哪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跟战日法师说, 那是你的烦恼。 因为这些都是你过去的儿子, 不然你欠他们债的。 那当然我们的计划, 这边的格西他们很发心, 成为佛学博士而愿意来奉献。 那当然我们想办法要帮助他们。 因为老师说了你要带三百个五百个小孩都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边小孩真的很多。 那所以第二步就是, 如何去找一块土地。 各位施主, 如何找一块土地。 建一个学校。 然后呢, 那他们也可以出家。 然后呢, 我想他们就有很好的未来。 所以, 事实上,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坐在这边。 如果我会看, 我会告诉你, 你是他的阿嬷。 你是他的阿公。 不然你也不会来这边看到他。 所以, 那是大家, 要做到无言大慈的同体大悲。 想办法来帮助对方。 因为帮助对方的内心快不快乐? 快乐。 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奉献布施。 这是佛陀跟我们讲的。 慈悲才是永人的快乐。 海淘法师赞叹格西, 与战日法师的慈悲心。 也希望大众能踊跃发心护持, 关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 我们的这个名称就是慈悲快乐之家。 就是, 就像我们师父每天教导我们, 每天都要行慈悲。 所以, 我们成立的所有的协会啊, 中心啊, 包括孤儿宴, 前面都加慈悲。 就希望, 我们每天都不忘记慈悲。 要利益有情。 领养这个小朋友呢, 原始就是, 大地诊过后, 我们有布施便当。 布施便当的时候, 一些妈妈就抱着小孩子过来。 也是一样, 在每天给他们吃。 所以当时有想一个念头就是说, 因为也有人反映说, 你们每天这样子给, 那他们就更懒惰, 就不去做工, 不去工作。 那当时我们想, 哎, 我们慈悲就好, 先让他有吃饱就可以了, 就不用去想太多。 如果我们走在街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你走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去。 你看到那小朋友就是来跟你们要钱。 拉你们呢, 又怎么样。 那些小朋友就像现在。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可以领养他们, 带他们去学校, 他们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感觉干干净净的。 还有, 给我们让他们去读书, 就有邪问。 所以这个母亲呢, 就是不会有在下一代, 再让他们小朋友。 因为他们母亲就是当, 可能是当他们一个用计嘛。 就是, 生了一个, 再生一个。 生他们下来, 就是去讨钱比较容易嘛。 因为很多人就是, 慈悲看到他们抱的很多小朋友, 所以会给他们钱。 所以我们的心, 就会一直在扶持他们。 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哎, 能不能帮这些小朋友。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当乞丐的话, 他们再生下来, 也是在当乞丐。 再生下来也是当乞丐。 所以我们心想就是, 能不能停止这个轮回吧。 所以我们就想发心。 开始呢, 我们没有要说要收留他们, 只是跟他们的父母谈。 然后我们也去跟学校谈。 就是说, 好, 这间学校, 我们会请多少个朋友来上学。 学费我们付。 所以, 我们带他们的, 这些小朋友, 或者他们的家长到学校去。 就是, 好, 给钱给学校, 就是你妈妈带小朋友来读书。 可是发觉, 前面有可能是, 一两个星期, 妈妈会带他们去上学。 过后就不带了。 因为, 有可能他们会觉得, 生活条件很困难。 不如带这些小朋友去, 讨钱啊等等, 就不让他们去上学。 所以, 当时我们才发心, 那么巧, 我们隔西就跟我说, 能不能收留。 诶, 刚刚好, 巧合, 我们都有这个方向。 好, 那我们就收留。 这些, 就是, 当时他们也是在拿饭。 所以, 你可以看以前他们的照片, 安安张张的, 就是乞丐的样子。 所以, 你看现在他们就, 长得蛮庄严的。 所以, 当时我们收, 议算是不多, 因为要养到他成人。 所以, 当时我们只是议算, 诶, 四个, 二十个。 找一个小小的房间, 就是领养他们。 最主要, 我们要跟他们的父母谈。 诶, 你的小朋友, 留在这里, 我们让他上课。 我们有保姆, 教育他们。 他们每天去上学。 我们住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就在前面。 所以他们行路, 就可以过去了, 就可以省一点点费用。 就是, 先养十个, 二十个。 他们就是每天, 发学就是每天来吃的, 很多母亲都有带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一直搜, 就没有想那么多。 压力肯定是有。 偶尔跟师父吐吐口水。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成长, 我们会很开心。 就像以前, 不懂礼貌。 看到人乱拉, 你看现在他们都很怕羞, 就证明他们有变化了。 对, 就像很老实, 诚实, 不会说话。 对, 看到人会叫, 然后现在很开心的, 他们还可以念佛。 就起码, 他懂得归伤保, 懂得念佛, 懂得尊重。 就是我们要行的慈悲。 可惜还没吃过, 我说还有呢, 还有呢, 慢慢来慢慢来。 今年为止就60个, 明明我们在安排。 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房子问题。 所以我们租这样子大概是600美金。 所以目前我们找到的地方就是水盐不好。 现在我们三四个洗了澡, 还要等一两个小时, 水又满了, 又等下一批洗澡。 所以我们就是面对这样子。 所以今年大概就是四五十个。 对, 明年再努力。 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就是要来我们的这个孤儿宴。 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呢, 有一些真的是孤儿。 有一些就是乞丐的孩子。 有一些就是残怯人士的孩子。 就是有些是有父亲的, 有些没有母亲的。 有一些是盲眼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谈好, 也要做好手势。 所以我们才把他带来这边领养。 现在他们身上穿得很庄严, 都是来自各位的水洗父子。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水洗父子。 阿弥陀佛。 接着, 学童们尊足献上当地传统的歌唱, 以及民族舞蹈等表演。 供养大众。 随后, 也为大家以赞文念诵回忆发心等衣柜。 但他们稚嫩的脸庞, 闭目合掌, 同身同语, 前程诵经的专系模样。 十分可爱, 令大众赞叹不已。 最后, 大众分别以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赠送愿童。 以及饼干糖果跟小朋友结缘。 也跟随着海涛法师, 于宴内参观巡礼洒尽加持。 效法海涛法师的慈悲行旅, 步步攻行实践成佛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台》 《范音妙语时时文》 《菩提花朵处处开》 《弘扬佛陀众善法》 《慈悲喜舍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护生、吃书、念佛、诵经、持咒, 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录像不兴奉 最高兴奎 最大章方的山姿 我认为他是在座工作里面 最高兴奎 今天赌篇 我认为他оз强者 作词 李宗盛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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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